一早六點半 滷味工廠中央廚房 就像戰場一樣 一群人七手八腳 要製作時間門市的份量 好 現在我們下的是 宜蘭的三星蔥 還有三峽的老薑 還有泰國的朝天椒 辛香料與冰糖 一起下鍋熬煮 等待香氣飄出 新鮮雞爪倒入大鍋熬煮 過程中得不斷攪拌 加入蜜脂焦糖再熬煮半小時 國人愛吃滷味 其中一種是這種冷的滷味 冷滷在這一部分 在滷味界來說相對是 它的難度或門檻會是最高 因為它是有一些耗材 或是一些冷藏的設備 與加熱滷味不同的是 冷滷必須在第一時間 就讓食材入味 前置作業照費工 但也成就了全台最賺的滷味店 蒟蒻也好吃 QQ的 有麻油 枸杞香 全台最賺的滷味店 就位在台北市中正區 商場的一樓大廳 承接來往的旅客 根據我們觀察 十分鐘內 至少就有五組客人上門 一天來客量約兩百組 這小小三坪貴位 一個月就創造百萬元營收 家庭的話 客單價來說 大概可以到了三四百 如果說旅客來說 以看它的性質 如果說還要到出國的話 也說有時候一個單 可能會接近到上千元的部分 因為它可以買一個量大 然後做一個真空保存 如果說平常的客人的流量 或是說常客性質 每天會購買的話 大概錄到三四百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冷滷頻效高 但銷量最狂的 卻是包裝滷味 帶您直擊 全台最大滷味工廠 上百克鞍醇蛋 下鍋煮熟 再滷製一天以上 表面上色後送入輸送袋 由人工進行包裝後出貨 這間號稱全台最大的滷味工廠 外銷三十四個國家 主要賣給美國 加拿大、澳洲的華人 一年就創造一億元的業績 豆干你在歐美 要吃到比較難 所以我們豆干又是植物類的 所以是外銷量最大的 包裝滷味不只外銷行 方便性更讓它成為 國內市場銷量最大宗 不管是滷蛋白、雞針、雞腿 拆開包裝就能享用 台灣食品發展協會統計 目前市面上 包裝類滷味占約六成 製作門檻較高的冷滷月一成 其餘三成則是熱滷味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總計 台灣人一年可以吃下 多達三百億滷味 也吸引超商 搶進最後一塊拼圖加熱滷味 號稱使用十種中藥材熬煮 在全台三千間超商都買得到 正是因為餐期間的消費者 也不放過 青菜、豆干、肉片 加入滷汁滷熟後 再加醬料攪拌 加熱滷味主要是做晚餐 宵夜食段 十一點到十二點 你會覺得說大家都在睡覺 然後結果那時候最忙 而且大家點的單價都會拉很高 對 尤其就是宵夜 都會夾很多 或者是外送品牌的單價 都會比較高 三十萬到四十萬左右 越一樣 對 業者分析 近年健康風氣盛行 加熱滷味可以自行選擇蔬菜、蛋白質 成了外食新選擇 也跟民族性有關 早期的鮮明 因為沒有冰箱可以保存食物 所以就會把食物捨不得一次吃完 然後就會這樣滷汁的方式 所以它是一個 一個統稱的食材的製作的方法 依據不同飲食習慣 冷滷、加熱與包裝滷味 在市場上各佔有一席之地 打造出一年三百億商機